各位好 今天我的离爱重生故事 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究竟怎么得癌症的 癌症 其实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 它已经提早年轻化了 如果你也是长期的惯性 操劳自己的器官的朋友 就好比我的嗓子 我从年轻开始拿起麦克风 我的扁桃线 几乎三天两头要出状况 跑医院 跑诊所 打强效的消炎针 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不知不觉 扁桃线成了我的执女生 疫情后期 为了担心自己有些咳嗽 影响到上课的学生 我曾经一个月连续跑了七八趟诊所 就是为了打强效消炎针 最后一次的到诊所 却验出了一杠 Coffee Nighting 确诊中奖了 紧接着又发现 我的右颈部 零八节的硬块凸起 火速的旧衣 超音谱 切片 发现了硬仰 自费全身去做正子照应 才检查出离癌的源头 原来是扁桃线癌 扩散到零八了 这辈子我从来没想过 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在分享这段心情的时候 我刚看了 youtube频道上的大陆剧 吃热 其中一段剧情的对白是 海外归归学人 有感而发 人在受挫 打击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自暴自弃 只能好好的活着 你活出个让人刮目相看的好样 才是自救 这跟我在离癌确诊 第一时间的想法 竟然不谋而合 特别是 当我动完了手术的十天后 我趁着虚弱的步伐 回到医院看我母亲 我当下决定要坦白地 告诉她真相 因为她的眼神告诉我 她不谅解 为什么我消失了这段日子 难道是不要她了吗 我告诉她 妈 我得癌症 母亲盯着我 没有任何表情 当下 我解开了脖子上的围巾 我露出刚刚开完道的 十二公分的刀把 她看着我 我说了一句话 妈妈 你是要我先送你吗 妈妈看着我 点点头 似乎就是要我保证 我必须要尽快地好起来 实现对她的最后沉默 我知道 妈妈在安宁兵房 自己都自身难保 但是她仍然放心不下我 所以始终没有松口 她想放弃生命 因为 她要活下去 是在等我康复的 实践 冰塌前 要我先送她的亲口承诺吗 母子同时病重 又故作轻松的对话画面 至今 历历在目 所以我说 妈妈 你就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贵人 我再流泪 我在流泪 没人知道我 啊 谁在长阳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佢 可以 是 感谢观看